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七个细节 看出一个人靠不靠谱 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难以看透的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人 通常都会戴着面具 展现出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一面 因此我们需要从细节中去了解一个人 细节是一种日积月累 往往是不经意间的小事 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 影响他的人缘 并决定他的生活和事业的成败 今天我想分享七条通过细节识人技巧 帮助你更好地看透一个人 一 懂得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和被尊重 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一个人的层次高低 与他的学历 财富 社会地位无关 而是与他的修养和格局有关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面子 但面子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 首先要尊重别人 正如礼济所言 君子贵人而见己 先人而后己 懂得尊重他人的人 才是值得信赖和交往的人 尊重他人不仅仅是礼貌的问题 而是对他人价值的认可 这种尊重能够建立更深厚 更真挚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 被尊重 那么就让我们从自己做起 学会尊重他人 用心去了解和关心身边的人 这样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会变得更加温暖 人际关系也会更加和谐 二 不占小便宜 菜根坛中有句话说 世事亏乃福 人情但是涨 这句话很有道理 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两个人去世后 赶去天堂投胎 上帝给了他们两个选择 其一是努力为别人办事 其二是别人给他吃得用的 选择第一种的人 做了官 一生都在为民办事 选择第二种的人成了乞丐 一辈子靠乞讨为生 总是喜欢占别人便宜 为了一点小利或小事处心积虑的人 很多时候都得不到好的结果 生活中的福气常常来自于我们的善良和真诚 三 又担当 曾遇到过这样一位同事 与人合作项目时 如果项目完成得出色 他在报告会上当着领导的面 总是夸夸其谈 把大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 如果项目不尽如人意 他只会推卫责任 把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其他人 时间久了 他在公司里的人员越来越差 即使是最简单的项目 只要知道有他在 其他人都不愿意参与 最后因为没有人愿意与他共事 他不得不辞职离开 一个没有担当的人 是没人愿意和他做朋友的 承担责任 勇于面对失败 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真正有担当的人 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走得更远 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四 守时守诺 守时守诺是一种做人的基本素质 然而生活中不守时 不守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比如通知了开会时间 总有人迟到 约好了时间出去玩 却临时以各种借口取消 答应好的事情 时间到了却没有完成 偶尔一次可以理解 但经常这样就会让人不喜 守时守诺代表着一个人的素质和态度 如果一个人总是不守时不守诺 周围的人肯定会进而远之 守时守诺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 五 不接人短 韩非字中有一个典故 富龙之围虫可扰鸭而其也 然其侯下有逆龄尽尺 人有阴之则必杀人 人主一有逆龄 说之者能无因人主之逆龄 则即矣 意思是说 龙虽然温顺 但侯下有一尺长的逆龄 一旦被碰到就会暴怒 人也有自己的逆龄 不能随便触碰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 所有口误都是潜意识的真实流露 别人的短处或缺陷 应该避之不谈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教养 尊重他人的隐私和感受 才是成熟和智慧的表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和不愿提及的过去 我们要学会尊重和包容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六 不吹嘘 在得意的时候 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言行 许多人在吹嘘自己时 总会顺带着贬低他人 仿佛这样才能显得自己更出色 其实这种行为 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知与无能 如果不懂得低调做人 知取收敛 一味地夸大自己 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和嫉妒 谦虚和内敛 才是真正智慧的表现 七 情绪稳定 拿破仑曾说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人在情绪低落时 往往容易变得不理智 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与情绪不稳定的人相处是一种折磨 他们就像定时炸弹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也许上一秒还和谐共处 下一秒就可能发生冲突 因此 遇到这样的人最好保持距离 情绪稳定的人 更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他们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 能够冷静处理 不被情绪左右 与这样的人相处 既安心又愉快 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提升自我素质的重要一步 也是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关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